米山努是福岛县盘城市人 住在距离福岛第一核电站 不到60公里的地方 2011年 他亲身经历了福岛核事故 他回忆说 当时日本政府 没能迅速下达应有的避难指示 米山说 当地居民在被核事故重创后 经过了十多年的灾后重建 才终于看到了一丝希望 如今日本政府 要将核污染水排入大海 这将给当地乃至全世界 再次带来伤害 米山表示 将核污染水继续储存在陆地上 才是真正安全稳妥的办法 而不是一排了之 半温期限期的有关 慌てて今放出する事はありません 不愉快ですけれども それでも 不愉快地